面对美国对中国或特征惩罚性进口关税,中国回影会采取报复措施,但同时又得小心谨慎。 考虑,对在华外国企业下手,应分寸拿捏的事中,6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调于台国宾馆,等待来宾,根据法国世界报指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维持对中国进口或征收惩罚性关税措施后,中国说将紧密接招反击,另外,中国当局在面对其国内舆论压力下,也不能示弱,必须反击美国。 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想向世界各国展示,它是一个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攻击时,还能懂得尊重贸易规则的国家。 日前,中国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无论如何,中国不会惧怕贸易。